我國空軍廣播驅離 這次對象罕見的是美國軍機 根據廣播記錄 這架美軍E8C聯合型指揮機 是在5號下午3點11分遭到驅離 台灣西南空域粉專分析 這架美軍機疑似為了躲避封面 超過了防空識別區 距離恆春半島大概只剩下25海里 一度逼近我方領空 美國軍機可能是不得已踩線 不過接下來這19架軍機來者不善 空軍自令部發布了即時軍事動態 中共解放軍在5號上午派出了一架運8反潛機 4架轟6轟炸機 10架殲16戰鬥機 還有4架蘇凱30戰鬥機 總共19架次的軍機 多批次多空城 親住我防空識別區 西南空域巴士海峽上空 進行有系統演訓的跡象 非常明顯 在我們之前講 我們在接受智庫訪問的時候 講到neighbor 可能會行動 不要讓他們的理想 中共的反潛機 昨天跟前天我們有發現 它是直接從中線的中段 就直接衝進來 以前沒有看過 一天內共機架上美軍機 20架是軍機裁線著台 不管是誰 我國空軍嚴密監控 一一驅離 捍衛我方領域 TVBS用來從羅一星台北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